先帝驾崩 端王爷继承了皇位 这样一来 连元王府的蚂蚁都跟着沾光 更别说经常陪王爷踢球的高球了 皇上将高球叫到了御花园 对他进王府后陪自己踢球 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给予了肯定 并让他在淑密院赞坐太尉一职 很快 皇上封高球为太尉的事 就在闻五百官之间传开了 淑密大人们都觉得 皇上这个决定欠妥 于是派了代表去给皇上建言 参见圣上 各淑密大人都觉得 讲 是 高球不学无术 只会踢球 这样的人如果为以重任 恐怕 朕也喜欢踢球 不是身为一国之君吗 微臣明白 不会当官 可以学着当吗 是 听到皇上都这么说了 建言的大臣没敢再坚持 只能作罢 而身为八十万进军教头的王进 通过打听也知道了这回事 可当他听到高球这个名字时 他愣住了 知道自己要遭殃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曾经欺压老百姓的小混混 如今竟然成了太尉 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于是 他打算借高并驾之有 不出席明日的新太尉上任 点事一事 这样就避免了与高球碰面 就在王进以为自己总算能躲过一劫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第二天 负责组织点事的官员前来向高球禀报 人都到齐了 等他点事 高球询问官员是否所有人都来了 官员告知 有一位进军教头告令在家 当他得知那个人叫王进时 高球露出邪魅的表情 他想起了 去年自己在街头是强凌弱 正是蒙受了王进的羞辱 所以 他知道报仇的机会来了 于是 他故意 王进蔑视新太尉 以病堂塞为由 派人将王进抓来审问 贷王进 贷王进 各大人看到高球这一操作 满脸的疑惑 王进一进门就认出了 堂上做的就是 曾经那个小混混高球 他知道自己这次要遭罪了 而高球也一眼就认出了他 王进来到堂前参拜 看到这一幕 高球故意装作不认识他 脸上却露出得意的笑容 很明显在告诉王进 今天他终于落在自己手里了 接着高球说 你有什么本事 做八十万进军教头 定是前任太尉没眼 看错了人 从各大人军官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王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并不赞同高球说的话 接着 高球以王进装病不来点事 且含死不承认之由 要让王进迟迟苦头 看到王进被打了几十大碗后 一旁有大人看不下去了 于是上前求情 高球这才肯就此收手 并表示今天就此作罢 以后再和王进慢慢算账 王进回到家中 老母亲看到他后背上的伤 很是心疼 为了儿子以后免受高球的欺负 于是提议 让王进去延安府 找父亲的事交谋差事 王进同意了母亲的提议 第二天一早 王进就推着老母亲直奔延安府 但很快高球就得知了 王进逃跑了这个消息 于是高球以王进母无法度 善离职守 举驾再逃之罪 下令四处缉拿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